有些朋友们问说,没有学历啊,如何在这个社会生存啊,明天试着当政务委员呢? 如何克服用人为文凭的这个困境啊,这是一个HR的问题。 确实就是,我在当政务委员之前,上一份工作,是在审理国教科法会担任这个科法委员。 那,科法院委员大家都知道,新科刚刚去年上路了嘛,那我们是从所谓的知识导向的教育,变成是所谓的素养导向的教育。 因为知识是,就是基本上就是输到用识随便找嘛,现在大家都是直接上,网络上就可以找到知识了嘛。 那就是去背那个知识的意义已经非常非常小了。 那但是就是,我们所谓的终身学习,世信阳采,就是按照自己的这个性格,然后去发挥自己的才能, 在自己选的那个方向去创造的话,那你就赢在起跑点上。 因为你的同学每个都是跑别的方向,每个人有自己的方向,每个人都是那个跑道上面的第一名。 那这个就是新科刚跟旧科刚,最大的一个差别。 那这样子的差别呢,就是让大家可以去用你的学习的领程去取代以前的证书来证明的那个学历。 如果有玩过线上游戏的话,就知道说,在以前古老的时候,就是我小的时候玩的那些RPG,那些交色扮演游戏等等。 它通常呢,都是只有一个这个XP,就是经验值嘛。 那你累积到某个点数,你就升级嘛,然后再升级,再升级,再升级,就是这样子。 因为当时的个人电脑,这个计算能力不是很好,所以它就是一个很陷进的那样子一个系统。 但是现在就不一样了,现在的线上游戏大家都知道,就是你有一个技能树,技能树还可以自定,你还可以转值,转值或还可以二转,还可以做各种各样的事情。 也就是说,每个人在学习历程的中间的那一颗技能树,那他可能18岁,就是从高中毕业之后,他也不是去大学,不是现行的嘛。 他是就直接投入这个社会进行创造。 那就像我一样,这个创业隔了两年之后,发现说我真的需要写学术训练,那我再回大学来。 回大学来之后呢,我是带着问题意识过来。 所以过了一两年,我勾了一些技能树之后,我就拿去应用,不管是透过像USR,对于社区去进行应用, 或者透过USR去用创业进行应用等等,都可以嘛。 那应用之后,我又发现说,我需要更多的别的方面的知识,像管理学的知识,国际贸易的知识等等,我又回到学校。 所以就说以后就是会像这个技能树一样,是一个zigzag,就是一个人一生之中会好几次去跟这个学校或学习发生关系。 而这个学校在看到底谁要进来的时候,也会变成一个好像一个curator,就是一个策展人的这样一个角色。 现在已经有大概50%左右的这个才人,不是看你成绩怎么样,而是看你的学习历程里面有没有这个策展人需要的, 就是我们组队打贯总是需要有就是有碳嘛,有补嘛,有输出嘛,有什么之类的。 那这样加在一起才能够解决一个问题。 所以我想在后面这个部分,就是在高教团,我想很快大家就会看到说, 新课堂的这批高中是他的学习历程,甚至我们现在大高中心大家都发现说, 也现在变成素养导向的这个命题取向了。 现在房间的补习班也不是在那边刷新手村那个升等的做法,那就是我去户外爬山去了。 目前好像还没有这个华都木舟换到的补习班,不过很快就没有东西。 那所以这个过程里面,其实重点就不是你的学历,因为你已经没有办法有个线性的数字来代表学历了, 没有办法有个线性的institution的名字来代表学历, 每一个人的学历都会被讯息历程慢慢的所取代。 那这个时候每个社会生存的方式,就是看你的作品机啊,看你参加过哪些创作啊, 适应你的创作,而不是你以前的这个分数, 来作为在这个社会上面,跟社会上其他人怎么做的大怪的这个方式。 那要怎么克服用人为文凭的这个困境呢? 最简单的,如果你是HR部门的话,其实我们现在比较像外国人才, 要变成also Taiwanese,就是夜取得我们这边国际还不用放弃他本来的等等。 这个方法里面,确实本来好像拘留证啊,永久拘留啊,工作签证啊等等, 里面本来都有学历嘛。 那但是我们现在就一个一个都把它从学历变成学历, 或相当于这个学历的取得的年纪的那么多年的工作的经验嘛,相关于工作经验。 而甚至在我们学位授予法里面,也有说,如果你是在大学的阶段, 然后刚刚讲的出去,花两年去进行一个创作,去进行一个社会设计,去解决一个社会问题等等, 在你的大学,如果他愿意的话,这个东西可以才认成一个硕士学位, 就是相当于你两年做了一件事情,变成一个硕士学位。 现在这个法律的空间都有,所以从最这边实验教育,到这边教育实验, 就是体制里面,现在已经是一个共融交叉成人的这样一个状况。 所以未来这个维文明困情况是非常的乐观,就是应该就是在, 就是假设我们顺利的明年,去把18岁成年的这个东西推进的话, 因为目前就是让小孩高中之后无法投入社会,最大的困难就是家长说, 你无论如何去练个大学嘛,对不对? 然后呢,就是我们问家长,为什么家长也讲不出来, 有什么感觉就是应该要先练个大学,对。 但是这个是因为小孩还就是需要他们签字啊, 那如果接下来18岁成年就不需要他们签字了, 小孩自己想出社会就出社会了, 那所以这一切都是我们的阳谋啊。 那所以如果明年就是很成功的18岁成年的话, 那我想这一个就是唯一文明的这个困境, 我们应该有指望在未来五年左右慢慢解决这个问题。